大家好 我是吳瑋 今天來開箱這一顆 魔獄最新推出的 斜轉SCUBE 傲眼 其實我是習慣唸傲眼 不過這個如果打注音的話是傲眼 好啦 還是唸傲眼好了 不然我這邊信一下 來 這一顆是傲眼SCUBE 然後 它出場都是加持的 都是改持的 或許它之後還會再出無恥的 那也說不定啦 只是我覺得 現在大家都已經這麼追求那種 磁力方塊了 好像有點回不去過去那種 那種感覺 來 這一顆是 因為是他們當家主力嘛 旗艦的方塊 所以他們的盒子啊 包裝都很慎重 先來看配件 欸 羅來吧 然後附的磁力 喔 也是牆匙的 牆匙的 喔 兩張小卡 來 最期待是什麼東西了 解法 告訴你怎麼樣立這個公仔 來 這個水果奶奶 欸嘿嘿 杜宇森耶 Yeah 最近剛破了 世界單次最快紀錄 來提醒它 其實我相信這個做出來 它還沒有 它還沒破紀錄 因為它破紀錄是上個禮拜天的事情而已 好 現在3x3的 世界單次最快紀錄是3.47秒 就是由我手上這一位 杜宇森 宇森 宇森 杜宇森 手創的單次 世界最快紀錄 3階喔 嘿 但是它出現在了SCOVID的盒子裡面 真神奇 欸 我發現了 我發現 我發現一個很 很糗的一個問題 來 看一下這個是綠色 它中間 凹了一個洞 凸 凸又凹一個洞 有一個很明顯的痕跡 這個 應該 應該是放在盒子裡面 來看一下 它這個公仔盒啊 這個地方它有一個 這個應該是它的灌料點 所以它這邊有一個 住水口啦 凸凸凸的點 好 然後它放在 它放在裡面的時候啊 欸 好時不時 它剛好是綠色那一面 然後又是螢光貼 比較厚嘛 所以 這個痕跡就非常非常的明顯了 這個 我看可能 沒辦法 短時間內 它也不是氣泡 它貼紙就變形了 好啦 如果我跟我們 我們再附一份貼紙給你好不好 好 這個 這個是小事還是大事啊 不知道 好啦 我們現在講手感好了 這個就不重要了 好 剛剛拿起來的時候就 有沒有 很輕耶 直接一拿起來就開了 因為我也是 Skibb它 手法沒那麼厲害啊 所以就 只能跟各位說一下它的感覺 很乾 很乾 很滑 很清 就是我覺得 目前的第一印象喔 非常乾 非常滑 非常清 然後 磁力 有啦 是有磁力的感覺 可是我覺得磁力 很弱耶 有點像 就只是 之前那種定位在用的 就是聽個聲音這樣子而已 有 是有磁力的 可是我覺得磁力的作用不是很明顯 雖然說我剛剛 拿起來的時候感覺是搶磁嘛 或許可能是因為磁鐵的距離太遠了 它就是吸一下吸一下而已 它沒有真的起到很明顯的定位作用 來看一下重量 93克耶 我這樣拿完全不覺得它有93克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顆好了 現在為了做對比喔 好這是模仿格的E 96.8克 像這樣97克 好它比E稍微再輕一點點 可是 我拿起來感覺E很扎實 E很扎實 然後這個感覺就是很輕啊 然後又很很蓬很蓬鬆的感覺 要怎麼講就是 這個像餅乾這個像麵包 這樣的比喻不知道能不能理解 E的話 手感就是各位都知道嘛 它的磁力定位是很明確的 它的磁力很強 然後在轉動的時候就碰撞就是這樣子 不算多啦 不算多但是很平滑很平滑 那這一顆呢我覺得很輕 好剛剛講說感覺這個密度還比較高 可是其實它們的外圍是幾乎是一樣大的 只是說 因為E它的內部有稍微凹進去有沒有 稍微往那邊凹 所以可能是因為這樣造成它的整體的重量 差不多 可是感覺就是比較扎實 那這個呢它是平的嘛 那既然說到這一點 我就要跟各位特別來說明一下 這個傲眼的彩色板 彩色板比較貴為什麼 因為它其實它的配件盒裡面是有在附一整組的中心蓋喔 來看一下 有沒有 它附了一組六片的內凹蓋 內凹中心蓋 那這是我剛剛已經把它換上去了 概念跟這個做內凹是蠻像的 也就是因為它 它畢竟不像三階是拿著拼著轉的嘛 那它們是拿正的可是要轉斜的 所以它必須要花很多的一些小小小手段 讓選手可以更好的抓住這顆方塊去轉它 好所以這一顆是傲眼的彩色板 然後它附了一組內凹蓋 還不錯喔 所以玩家就可以用自己的習慣喜好啊 去看你要裝內凹的版本 還是要裝平蓋的版本這樣子 好這顆彩色板我覺得轉起來 還蠻舒服的喔 它其實還轉起來碰撞沒有那麼多 而且因為我還沒潤滑過 但是它已經算是很紅了 那要不要潤滑我覺得看玩家自己決定 因為萬一太滑的話那你也很傷腦筋的 因為像斜掌這樣子的方塊 它其實不見得玩家都是一定要滑 你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說太滑的時候其實還蠻困擾的 我覺得這樣子的滑度已經算是蠻適合的 還不錯啦 還不錯啦 就是跟這個比較一下 好 它這個聲音是比較悶的嘛 易的聲音是比較悶的嘛 比較紮實的比較悶這樣子 然後這一顆的話 它就是很 很外放很粗獷喔 手感就沒有像E那麼細膩了 可是呢 它一樣是非常輕非常滑 好以上就是這一顆 魔衣最新的斜掌SQB 傲言 簡單開箱評測啊 好不好意思啊 我也沒有很專業啊 希望這樣子的解說可以讓你 稍微有一點乾耶好不好 好啦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在影片底下留言 以後我們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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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